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 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 《现世报》的故事 我初中毕业了之后 有一次暑假 在我表叔家过的 有一天 他拿了一把小刀 坐在沙发上削水果 结果呢 这手一划 刀锋就直接划在了他的小腿上了 那赤红的血立刻就涌出来了 我一看那伤口不小啊 赶紧的去帮他找棉药 他白手说那不用了 这伤口太长 血流的太厉害 那棉药有什么用啊 说完之后啊 就用右手食指 在刀口两边的皮肤 轻轻摩擦 一边嘴里边啊 小声了 而且快速的念叨着什么 念了不到半分钟之后 我把它停了下来 又不再抚摸伤口了 而那伤口呢 就突然就不再流血了 血就止住了 我当时都看呆了 马上就求他教我这止血的口诀 可是呢 他不教 他跟我说啊 说你现在年龄太小了 心智还不成熟 万一要是误入歧途的话 拿这口诀去害人怎么办呢 这口诀呢 若是顺着念 便立即止血 笑艳如神 如果说要是反着念 那就是血流不止 是要死人的 所以说呢 我现在不能教你 这些个奇异的秘术之类的 其实是不能乱传人 否则一旦有着心术不正之徒 拿过来乱用 那必定会害人害己 我认识的一个阴阳师啊 他就要求他的自个弟子了 不能做亏心的事 不能拿媚良心的钱 否则是必遭报应 但是他这第四个徒弟呢 硬是不信天下有报应这回事 做了亏心事 果然下场凄惨 说是99年 有一次啊 我们家人 还有那个阴阳师的二徒弟 一起去阴阳师的山庄里边 拜望他 聊天之间啊 他啊 就让他这个二徒弟 去劝说他的四徒弟 把他魅心的钱呢 还给原主 否则会遭报应 气温之下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那四徒弟呢 也有通金羊的能力 有一次啊 有一户人家请他去拘邪 结果他竟然在半夜里边 那户人家都睡着了之后 偷了人家放在柜子里边的一个红布袋子 那里边是这户人家男主人 在外边打工一年挣的钱啊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一共两千块钱 这男主人啊 发觉失气了之后就问他 但是他一口否认 绝对没有这事 肯定是你自己把钱弄丢了 你怎么来诬陷我呢 那男主人就气不过了 竟直上山去寻得这个阴阳师去告状 这阴阳师掐指一算 发善呢 果有此事 他就告诉他这四徒弟了 巨头三尺有神明 你偷了人家的血汗钱 必遭报应 如果说现在你赶紧的把钱还回去 赔礼道歉 在这神前谢罪 则平安无事 否则的话 等你受难的时候 可不要怪为师的见死不救 这四徒弟呢 把死也不认 说师父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阴阳师一看这徒弟嘴硬 也不再说了 但私下里呢 还是让这二徒弟去劝他 可是这二徒弟是无功而返 私徒弟是无论如何都不承认 转眼到了01年 我得了点小病 又跟我妈上山去找那阴阳师去了 整巧碰见他这四徒弟也在 也是来求他给治病的 说起来啊 这四徒弟说了 半年前开始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忽然开始啊 有点驼背了 去了好几家医院检查 都检查不出来是任何的毛病 你说现在这一天天过去了 这驼背是越来越严重了 走路都困难了 念阳师就冷哼了一声声 哼 做了亏心事 如何值得起腰泪 你探人家钱财 却是开始现世报了 你赶紧的把钱退回去 在午夜子时前 焚香对天科八十一个响头 之后 我才帮你治病 我没偷他们的钱 你就嘴硬吧 我谢你一个月之内 把钱一分不少的还回去 要不然 等报应来了 你哭都哭不出来 后来就发生的事 02年的夏天 我再次上山去拜访阴阳师的时候 他四徒弟的丈夫也在 愁眉苦脸就说了 他老婆确实是偷了人家两千块钱 可是死活不还 前段时间开始 他老婆就有一点精神不振了 一副萎靡的样子 没过多久 整天就躺在床上 轻意的都不肯起来 又过了些日子 晚上睡觉 第二天早上居然醒不过来 但是心窍和呼吸都正常 送到医院里边去检查去了 结果一断定 是植物人 现在他是来山上求师傅去求他 这阴阳师连声叹气 说这是报应 是神在惩罚他 我哪能救得了啊 没有病入膏肓的时候 你死活不承认 等到现在才认了 是不是迟了呀 通过这阴阳师的四徒弟的事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现世报是真的有的 大家也不要不相信 巨头三尺有神明 不过呢 即便你要是不信的话呢 你也不要去污蔑 毕竟有余话说得好吗 敬鬼神而远之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陈默